思想的阶梯 世上恋 安利问答 52 新云老师 我有一段时间对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干什么都觉得很无聊 有什么方法找到内在原因和做出改变吗 西语答 前进需要一个方向 每个人都在用一生来完成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进程 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想去做事情 而是找不到自己渴望前进的方向 在那样的时期里 四周像是深沉的浓雾 任何行动反而会让自己感觉离想要的方向更遥远 于是自己选择了原地踏步 可是别人都在各种奔跑着 自己的内心也是渴望前行的 自己的无所作为与不想瞎作为之间形成了角力 这对顶着的力量让内在自我倍感煎熬 其实这样的时期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遭遇到几次的 在迷茫的时期里 无非就是两件事 一 静守内观 之所以进入到了迷茫的状态 是自己看不清形式 看不清形式的原因 或者是自己观看形式的能力还稚嫩 需要时间来成长 或者是外部真的很混乱 需要时间来沉淀 此时让自己能守静而观 这不动就是功夫 就好像摒弃宁神的射手 在聆听猎物的方位 内心一躁动 呼吸一乱 就落了下沉 所以这不动 反而是在修行 二 能动 有目标 而没有射出自己这只剑的勇气 知道是时候当动了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剑 射出去容易 可是自己没有把握能中 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 这时有时机 有目标 有手段 就是自己之前储备的能力不足 心中知道当动 也知道动后的结果 于是就僵在那里了 能力储备不足 是自己前期匮乏相应的磨练 所以没有把握 为什么匮乏磨练呢 因为每次都患得患失的 没有让自己去经历失败 也就没有机会获得成功 如此成为了一个循环 对应这个的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自己的观念 不要在意成败 先从小事上开始磨砺自己 积累失败的经验 赶失败的人才能成功 因为知道了什么不该做 知道什么不该做 就是自己的财富与能力 这远比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要有更多的把握应对人生 当一个人进入了人生的迷茫期时 做两件事 静观内手练心性 多做小事练手艺 每个人内在都是知道 自己想做什么的 只不过这个目标的跨度太大 自己找不到阶梯 找不到阶梯 是因为阶梯的细分还不够具体 让想法与可行动的步子间 没有细碎的踏板 所以走出迷茫的方式就是 静下来 安于静 能安便能思 思所向 别管是否可行 与是否逻辑 有了所向 定立非常具体的计划 具体到自己当下的能力 就能实行第一步 然后就去做 边做边完善自己的计划 别怕交学费 太多的人 连往哪里交学费的收费窗口 都找不到呢 人生不止一次 但困顿时的畏缩 却可以永无止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